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今天《華爾街日報》登了一篇猛料出來 說的是監警會的國際專家小組 原來全部已經請辭了 就是不做了 到底原因是什麼呢? 別人的聲明說得很清楚 這真的要讚別人的國際專家 他做不到事就不會死霸佔 佔著茅坑就不拉屎 你怎麼說呢? 他們說經過幾個月的數據收集和分析之後 雖然取得了有意義的進展 西人說話當然是留幾分薄面給你 接下來的就來了 但是認為監警會在權力和獨立調查能力 存在了重大的缺陷 基於要審視的議題 牽涉的範圍較廣泛和複雜 監警會就必須先解決調查能力不足這個問題 才能夠在重視自由和權力的社會當中 發揮著監察警察的職能 符合到香港市民的期望 即是說你現在的監警會是廢的 因為你的調查能力不足 一早已經說了 全香港市民都知道 要不找國際專家去說 現在要找紅蘇綠眼去說 那就更加客觀了 更加清晰 人家已經直接了當指出了你的問題了 你會不會改善呢? 當然不會了 所以人家就劈了 人家怎麼說呢? 由於現階段未能和監警會達成有效的工作機制 故此專家小組就決定正式退出 不幹了 當監警會具備了所需的權力和能力的時候 小組仍然願意繼續支持監警會的工作 這樣就說得很清楚 即是說你現在的監警會是廢的 當你改善了以後我們可以隨時回來 不過現在就免問了 這裡有幾點大家可以觀察到 第一 這個消息是出口轉內銷的 是華爾街日報燈出來 然後在香港才報 為什麼不是由監警會主動公佈這個消息呢? 就是因為人家要保存自己的聲譽 你找得這些國際專家 全部都在國際上享負盛名 別人不想臭兜 讓你拖累 讓你連累 快就在你的報告出爐之前 在12月中的時間 就是選擇和監警會割席 避免你的報告出爐的時候 原來就連累自己的名聲 那就糟糕了 我不知道這個國際專家小組到底是有沒有報酬的 先說如果是有的話 別人就更加偉大 沒有因為你的報酬而掩著自己的良心做事 好了 假使他沒有報酬的話 那就更加偉大了 是不是? 原來分文不取 然後就沒有為你請他回來 而只是專程說一些拆鞋的言論出來 這些言論其實他們的建議都是為了香港好的 所以是很偉大的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報酬 反正有沒有也好 也是值得稱讚的 因為他沒有霸佔的位置在拆鞋 你看看那些建制中人 就是喜歡霸佔的位置在拆鞋 說了所有的意見是脫離民情民意的 認證是一位奉迎的就是上位者 就是要說一些他對聽的東西是沒有用的 社會不會進步的 而且人家已經指出了問題所在 你會不會聽呢? 我猜就不會了 浪費氣的 就說了 監警會副主席謝偉傳 就被記者問到 到底監警會和國際專家小組 是不是未能夠就報告 結果取得共識 於是小組就因為不願意確認有關的報告 然後就說劈砲不幹 謝偉傳就說 專家小組不是用來確認報告的 他是協助監警會寫報告的 又不代表專家小組寫的報告 就是說什麼? 就是說監警會出來的所謂報告 就是你們自己閉門做居自己寫的 然後也得不到國際專家小組的確認 所以你這個報告哪有公信力? 其實是不用寫的 就算你現在做獨立調查委員會 找個得高望重的大法官 可以審 老實說 那些市民也不收貨 那些示威者也不收貨 因為別人說得明白 五大訴求決一不可 你只要再搞獨立調查委員會 都為時已晚 你何況還在寫什麼監警會報告 根本上就是bullshit 還有你謝偉傳 不知道是否嚇人不懂英文 我的英文都很糟糕的 所以我們一起聽聽他到底怎麼說 這個國際專家小組的聲明 裏頭就說了一句說話 formally stand aside from east row 這句是甚麼? 就是解集體退出 就是退出這個角色 謝偉傳說stand aside 就不是代表請辭 就是指國際專家小組 現階段的工作就告一段落 我們先查一下這個字典 我不懂英語 我好屎屎 我不怕認 根據Cambridge Dictionary 劍橋詞典 有權威性 到底stand aside是甚麼意思呢? 別人的詞典是這麼寫的 to leave a job or position so that someone else can have it instead 即是離開一個工作或一個崗位 使其他人有能者再做 這樣已經是說得很清楚 即是說不工作 還不是辭職 是不是? to leave a job or position 大佬 這樣也不是嗎? 即是我英語水平有限 我中七而已 因為我大學就讀中文系 大家來指證我 如果我解錯的話 難道全香港的市民都解錯? stand aside 到底是怎樣 怎會是告一段落 告一段落 他不會用stand aside 是不是? 謝副主席 對不對? 有甚麼沒面子呢? 人家是為了跟你割席 就是不工作 不想你的報告拍衰他們 這麼簡單 為甚麼你不承認? 別人是不工作 我看到的字典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說不工作 那你說不是 那你再解釋出來 是不是? 別禮橫折曲 別人都寫得這麼清楚 一個英語 又這樣 還想蒙運過關 真是不思所謂 然後還有梁美芬大議員 又是愚蠢的 到底他怎麼說呢? 他就串爆別人 他說覺得權限不足夠 就應該早點說 又說監警會等到明年一月才公布中期報告 就太遲了 因為現在香港現況 等多一天 一個星期都嚴多 麻煩你了 梁美芬 你睡醒了嗎? 人家的國際專家小組在11月8日已經出了一個聲明 人家說監警會缺乏權力和獨立調查能力 只不過今天華爾街日報報道 就直接告訴你 他是不幹了 是stand aside from east road 上個月8日已經出了聲明 你有沒有看的? 你睡覺的 你做立法會議員 十萬零一千元一個月 你做什麼的? 是不是? 可以是新聞也不看的 人家早就說了 這個監警會是應付不了這次香港事件的規模的 而且是符合不了國際監警組織的標準 已經說得很清楚 什麼不早點說 一個月之前已經說到今天12月11日 你又不看 你又不知道 就說別人不說 就說別人覺得權限不足 應該早點說 就算你還沒找過那些西人來調查的時候 市民一早知道 人家特意有一個專家出來說 原來專家來調查就是告訴你 你這個機構是不行的 真是好笑 你找個國際專家回來 本來就是要調查警察才是 現在不是人家調查到 就是說你這個機構是廢的 你真是閉門師過 面壁師過 這些人 還在這裏困難 你根本上就是無能無權 這個監警會 是不是 梁大議員在發夢 看看人家上個月已經寫了出來 不知所謂 叫人家早點說 還說這個中期報告一月就太遲了 不用出了 沒有公信力 沒有人看的 那些藍絲死撐警 那些黃絲又不看 那你出給誰看 啊 演神功戲 明年一月 麻煩你們 做一些實事 就算要調查 你也要拍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 是有一個法定權力的 不要再搞三搞四 梁美芬大議員還在提出一些很愚蠢的建議 要參考英國騷亂委員會的模式 來調查這個風波 建議獨立檢討委員會改名 就做這個騷亂獨立檢討委員會 確闊那個調查範圍 大哥 現在不是在說調查範圍的問題 梁大議員 而是在說你監警會沒有這個調查能力 調查能力不足 那些西人說了給你聽 你有沒有聽別人的意見 所以就是這樣 別人說了給你聽 給你一些建議 再指出了你的問題 精結所在 就是沒有這個足夠的調查能力 是不是 就是因為你這個監警會 無能無權是廢的 是紫老虎一隻 人家已經說了給你聽 你又來搬農門 又來將官李大 又說要改名 將這個獨立檢討委員會 然後又要確保調查範圍 你查一條沒有嗎 別人告訴你 他沒有權 是不是 人家在那篇報道上寫得很清楚 好了梁大議員 你的independent investigative capability 是不足 就是調查不到 沒有權 所以根本上 你說是不是很沮喪 一找那些國際專家來整色整水 你以為別人會幫你擦鞋 你以為別人會犧牲 消耗自己的聲譽 來幫你 就是來endorse你那份垃圾 當然不會這麼笨 做了一輩子 你當了人家是低B仔嗎 好了 現在人家就跳船了 不幹了 你又說人家不是辭職的 你梁美芬又要折迫 人家說應該早點說 你真是笨到極 一早說了你又不看 人家說了那些建議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 他那篇報道師出來回應記者 這樣的人鬥十萬元一個月 你服不服 我不是很服 這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